所以在所谓的73章完了以后 老子又回过头来谈74章 讲4杀章又谈到了 你不要只是制定言行俊法 你是那个勇于敢折杀 那个胡作非为的人 我就用法律来制裁他 他不守规矩 我就言行俊法取他性命 那其实在4杀章 他又回过头来要求你这个上位者 请你不要忘记 百姓之所以敢胡作非为 他的原因在于哪里 所以才讲 明常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当老百姓面对这么多的法律的一个制裁 他都无动于衷 无所恐惧的时候 你再用再多的死刑 今天砍头 明天刮刑枪毙上吊 你这些死亡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的恐吓的力量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会 大人会拿警察吓我们 你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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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打电话叫警察来 我们是会拿这种行为吓小孩 你现在还这样吓小孩吗 你不听话 你不听话 妈妈打电话给警察 你打电话给警察 你打电话给行政院 给总统 我也不怕 他管不了我 我没做错 谁管得了我 可是以前不是用这个 去威吓那个小孩子 就能够收到一些的什么 他的行为上 能够有所收束吗 过去我们讲 你不乖 你不乖 妈妈就赶你出去 让你在外面去流浪 怕死了 你一定要赶他出去 有没有 我不赶了 我错了 高中以后 你还说你不乖 我就赶你出去吗 你还没有说要赶他出去 他就走到房间 把那个包袱收一收 有没有 他就离家出走了 他去找那个容纳他的地方 你还能说这句话吗 所以我们要去讲这句话 就是告诉我们 你上位者要去理解 百姓为什么为非作戴 为什么不具 严寻俊法 俊法的一个陈储 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 尾声有跟各位提醒 在七十四章里面 老子是提醒那些当政的上位者 只想用言行俊法 去喝止百姓的一些胡作非为 却永远不去探讨 百姓今天之所以铤而走险 铤而走险 他后面的推动的力量 是来自于哪里 你不解决他的根本问题 那么只是在枝末上做文章 终究飞而扑火的这些的百姓 还是很多 于是司沙章就是在讲 根本 智本之道在哪里 他说明常不会死 奈何以死拒之 假如今天 我们过的生活很幸福 安和热利 精神物质 健康 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 疑难杂症 我们一定认为 活着真好 可是假如今天 我们病入膏肓 然后医药网效 没有救治的方法了 然后我们的物质又欠缺 我们在人人关系上面 精神上又得不到满足 你就认为 活着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一个朋友 他得到忧郁症之后 他就跟他的孩子讲 妈妈觉得活着很痛苦 活着要做什么 就是因为他各方面的条件不容易 他就不认为 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那人贪生怕死 是人之常情 最后让他连死亡都无据了 那个原因在哪里 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 我们没有察觉 他说若使人常未死 假如今天我上位的执政者 施政已到 用道来治理国家 用道来治理国家 就表示上位者有慈心 在施政的时候 都考量到百姓的一个需求 让百姓在他治理的国度里面 都能够 我们讲安和乐力 那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 我在制定一些的法律 然后而为机制 去针对那些国内 他为非作歹的少部分的人 他破坏了社会的一个和谐 劝告不听 我就用言行俊法加以陈储 甚至无得之而杀之 必要的时候夺取他的生命 与社会永久隔离 主感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大方向之下 还有哪一个老百姓 敢挺而走险 所以前提是 在你治理的国度里面 老百姓能够安和乐力 他就不要拿自己的生命 去跟法律做一个挑战 这是针对上位者所讲的 他说常有厮杀者杀 厮杀者是指什么 指前一章所讲的 天网恢恢 输我不失 也就是天道的福善或饮 假如老百姓 或者那些坐监犯科的人 他侥幸地逃过了 国法的一个制裁 他也躲不了天律 跟敏律的一个制裁 我们言行俊法之后 还有这么多因缘果报的道理 告诉他们 人不可以逞一己之私 去损集到别人的生命跟财产 而如果你伤害到了别人 眼前要接受国法的制裁 即便侥幸逃过一劫 所有作恶的人 终究会有一口气不来 要面对什么 面对天道的一个惩罚 就是有形的是国家的律法 无形的是天道的福善或饮的 一个天理在那边约束 我们今天讲的因缘果报的道理 如果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各位前嫌 明的暗的就没有人敢去挑战自己的良心本性了 以我们现在各位前嫌 我们在研究道理的过程里面 我们已经不是考虑到 国法上能不能够约束到我们 我讲这句话 我做这件事 有没有触犯到刑法 在修行的眼里 如果现在我们做什么都还考虑到 有没有处理到这个所谓的法律 我们的道德标准也太低了 我们已经在最隐为的地方 我的言语 我的行为 即便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我有没有违背了老天的意思 违背了我的天理良心 一直在弘扬一个道理 没有人的地方 他永远还有天还有地 你躲不够天地的最后的一个监督 躲不够天地最后的一个制裁 那么不管人前人后 阳的阴的 台面上私底下 我们就会慢慢地去收射我们的那颗忘心 不要再为了一己之私有庙 给自己埋下无穷的一个祸患 所以福带厮杀者是为带大将主 前面有讲 真正能够掌管 百姓福上祸盈的那一关 是由老天在主宰的 科学曾经引用过 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讲一句话 这是我曾经在看 《基督三恩仇记》这一本书的时候 他里面 那个所谓的神父 最后跟那个人讲 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 上帝叫我们做 做善事 那至于那个恶人谁来惩罚 那是上帝的一个权柄 上帝只教我们做善事 所以我们只做我们分内该做的事情 对于恶人的惩处 那是交给上帝的 就跟我们讲天道的降服于好人 降罪惩罚惩罚惩人 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到这一个区块的时候 你不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面 就会像那个神父 他被人家陷害 关在那么一个所谓的 很难以活下去的一个监牢里面 他没有任何的怨言 就是因为他体会出 我做了上帝要我做的事情 那至于陷害我的人 不由得我去惩处他 交给上帝去制裁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那些上位者 你身为一个国君 老天把你安在这些老百姓的前面 是希望借由你 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如何造福于百姓 这是你国君义不容辞 要去承担的责任 那至于老百姓如果做坏事 你提供了他生存环境 所必要的条件 他还要去为非作胆 那交给老天去制裁 可是你千万不能属于你自己份内的事情 你都没做 你逼得老百姓挺而走险 最后再用法律去约束他 制裁他 这个叫做戴大将主 这原本是上天的事情 你却带上天去执行仲裁 什么叫戴大将主 那个大将就是木将 金鱼木将的人 你看他要砍树啊 他都能够很精巧算准那个树要倾倒的位置 如果我们不会呢 砍树的时候树又一面往我们这边打下来 就打得我们头破血流 说不定你在削树皮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手指头也削进去了 可是金鱼木工的人 他早就是个中的一个翘楚 所以他不论在任何砍树销树 制作弃趣的时候 他不会伤到他自己 意思是说 天道如果要出手 去惩恶去扬善 他的顾虑是很周全 因为他不仅仅着眼在现在 他还着眼在过去 你过去所行的善 所造的恶 到你现在的时候 是已经服消耗完毕了 还是还有没有消尽的服 他会把前身跟现在身的杖 做一个总清 那我们看不到过去 我们只看到眼前 就妄加评断谁对谁错 往往修于 是吧 事于一端 那个是眼前所见 你看不到什么 看不到前面的那一段 所以带大将卓者 你就很容易 你不禁于此道 却贸贸然承担这种工作 就很容易去伤到你自己 所以这个主要就是砍树啊 或者做这些木器的时候 一些进行制造的一个工程 所以这边是强调那些上位者 不要凭着个人的喜怒哀乐 去进行赏罚的动作 你看太上感应篇不是也讲嘛 你上位者如果凭着一己的好物 来决定这个人要赏 那个人要罚 你赏罚不公的时候 会引起明星的愤愤不平 就会带动什么 带动这个上下之间就有一个分崩离析啊 你的位置就积极不保了 所以凭借着个人的情绪 去进行赏罚 这也叫带大将卓 所以后学才一开始讲嘛 我们在家里面跟亲人对应 平辈的夫妻之间 晚辈的所谓的这个儿女之间 或者我们跟父母辈之间 我们只负责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父要慈子要孝 胸要有地要功 我把属于我分内的工作做了 对方做不做 他不应该干扰到你行事的一个方针 也就是父不慈子要孝 胸部有地要功 你不忍我要义啊 所以这些道理讲起来很简单 可是你真正要踏出这一步 必须把那个我有没有 那个利益啊 缩小到极点 可是第一步踏出去很艰难 因为他违背了我们一向立身处事的那种 所谓的计算的方式 什么叫计算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为什么要热脸贴你的 人什么 两个字就不适合 诉诸于语言了 所以可是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理 假如我们永远不踏出我们世俗的眼光 永远不尝试突破自己心量的那个奋剂 就让自己能够提升 让自己能够辽阔 读入这么多道理 有意义吗 对于走修行的路 我们透过学习以后 所感受到的那种法喜 他就不用遥遥无奇了吗 如果我们要让自己这一生的修半道 建立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前提之下 永远在未来生再来人世间 不会因为外界外在环境的变迁 我的道心有所动摇 那前提就是 这一生我的修我的半 我已经从各宗里面得到了那个美好的滋味 所以我乐不失归了 我再也不愿意回到过去的那种 泛夫走卒 那种狭小看待事物的那种角色上面 这才为我们的 为不退修到 还没有修到虚头环 还不能确保自己来生 不剁三个道士 你最起码确保 我再来人世间 如果佛菩萨来接引我的时候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 最短的时间我就伸出我的手 去迎向佛菩萨 那是你在修到的过程 你得到好处了 而不是只停留在听的过程 所以上位者如果不行人证 就用法律去制裁 那个就叫做戴天司行 叫戴大将主 那最后有妙 他就讲了 福带大将主者 稀有不伤其手也 因为你不是各宗的一个行家 很可能在运作的过程 你就伤到你自己 什么意思 你一个上位的国君 你不从自我本身的行为 去做一个挑战 去做一个修正 而只是一昧的往外 去要求别人配合我们 你不从我的意思 我就用我的权势来压力 我来惩罚你 这代表心的一个不良善 动不动就要 抚越加身取人的性命 你上位者是好杀 好杀就失了我们 与生俱来三宝之一的词 不仁 不懂得有爱人之心 爱物之心 那我们的请信动念 跟天德是背道而驰的 你认为老天会眷顾我们吗 这是一再告诫我们 君子行有不得 则反求诸己也 绝对不要把老子讲的东西 很方便是在某些区块 是针对治国的 我就认为跟我自己没关系 国家不也是很多的 个人组成的一个单位吗 我们今天在一个国家里面 做百姓 如果我们守住自己 分内该行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如是行的时候 这个国家不就富强安乐吗 所以透过这一段经文 老子是告诉那些上位者 你真的要让国内的民风呸变 让人人能够所谓的往正道去走 诸恶莫作 你首先要做就是教化 你要教化别人之前 你先要端正自己 自己能够明辨 是非善恶好坏 然后我才能够以生事道 去端正别人嘛 才能够改善社会的一个风气 所以我们要影响我们的儿女 影响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 第一个你要先改变自己 这就是论语里面孔父子讲的 旗之以心不如旗之以礼 你与其用那么多的规矩 约束别人 就像我们在家庭 不是也有家规吗 然后道场也有佛规啊 到职场里面 也有公司的运转的规条嘛 每一个地方你处的那个位置 都一定有你应该要去遵守的规矩 规矩是让我们能够 面对自己分内做的事情 我们毫不推脱 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你也千万不要欲越了那个奋计 这个就是规矩立下来的什么 一个重点之所在 所以当我们不断地对别人在劝导 却收不到预期的改变的效果的时候 回过头来是看自己 是不是我的言语没有具备说服力 因为我做的不够 我的德不厚 所以我不能够去影响别人 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 他并没有说你不能够立刑法 你看文王那个时代 也是圣人当政啊 武王跟文王同一个时代 你看他还不得不去新兵呢 注意到没有 武王去推翻商庄王的时候 有没有新兵作战 有 可是我们讲他新兵作战的原因是什么 是要扩张自己的领土吗 他不是 老百姓看到武王的精队经过的时候 各个就欢声雷动啊 各个都没有惊恐之心啊 军队走过旁边 他们该种田的种田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王师 武王的军队出来 是要解救我们老百姓 不要再被三座王的磕阵给虐待了 他们是来救我的 不是来迫害我的 所以武王的军队走到哪里 百姓都是什么 昂首期盼 希望他早一点到来 那跟一般的诸侯国新兵作战 是为了谋一己之私 扩张领土啊 扬名立万啊 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质方面的享受 是截然不一样的 所以圣人并没有说 你不能做 你不能战争 也没有说你治国的时候 你不可以有刑罚 有 就是太上感应篇这句话 他说杀戮之士 圣朝难免 为什么要对国内不守规矩 不守规矩的百姓做惩治呢 那是因为你的施政 虽然是以人政 以道来教化百姓 但是总有一些人 他的根气太顿了 他的私心太重了 所以你讲仁义说道德 他就是不会改他文风不动 面对这样的不规矩的人 不要让他少数的几历史 坏了一锅粥 才不得不用这些的刑罚去制裁他们 可是前提是你上会者已经有教化进去了 然后当我们不得不对百姓施以法律制裁的时候 上会者也没有欢喜之心 也不会让你活该 谁叫你犯法在前 他还会往里面去显示自己 是不是我的教化不够 所以老百姓有没有 他不能改变他自己 面对老百姓受到刑罚的制裁 他没有欢喜之心 他还要反过头来 要求自己 自责自己 是我的德性国 我不能感动他 所以今天我杀了这一个人 让国家的社会治安能够上轨道 但是我要更为小心翼翼的 在施政方面 去多加注意老百姓的一个需求 让这种不幸的事情 不要再次的发生 这个是圣朝 圣人在位的时候 面对国内的百姓 作为非作胆 他也会施以法律 但是前提就是 我有进行教化 然后我不得不制裁的时候 我也没有那种幸灾乐祸之情 还是有一种自愧自己得博 所以进入到贵僧章 从74章 进入到贵僧章 又拉回来告诉那些上位者 百姓之所以 会做出这么多的 杀人越货的事情 让国家社会动荡不安 根本的原因 还是你上位者 因为你在上面施政 你的所有一切的衣食住行 是取自于老百姓的一个供养 假如我们上位者 能够洁身自好 老百姓是在一个限度之内 去供养国家 那还不影响到百姓的生活 可是一个暴君当政的时候呢 他尽情的搜刮民财 让老百姓家里面 根本就没有隔餐之米粮 甚至常常受到战争的一个破坏 会让他们所谓的家破人亡 在两方面得不到周全之下 不是常讲饥寒起到心吗 那百姓是为了要活下去 他反而就会是眼前的这种死亡 没有任何的恐惧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一则新闻 早上我在看 说现在不是因为冠状病毒流行吗 那有一些国家在施打这些的预防疫苗吗 计划要施打 有的国家是免费 有的国家是要花钱的 有的时候你觉得花个几千块 花个几百块 好像不痛不痒 那是因为你有能力 我们曾经看过新闻报告 某些国家的医疗费太高了 所以他们如果感冒小病 他不看医生的 为什么 因为他负担不起那个金钱 一直让那个病 偷偷偷到最后病入膏肓了 他也不用看了 为什么 他更治疗不起 所以我们处在一个 比较安和乐利的生活里面 你很难去体会出 贫无利追之地 没有隔夜之凉的 那种生活的一个艰辛 所以那个就在讲 这个贫富对立的一个社会 是越来越明显 可是当有钱的人士越来越少 欠缺衣食人越来越多 他会不会累积一个庞大的名愿 他就给一些的社会动乱 就制造了很好的一个借口 其实根本不需要用 那么激烈的手段 他为什么要用 因为他要借这个机会 发泄他自己心里的怨气 所以我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这个区块一定要注意到 那这边老子是讲 在那种专制社会里面 就是上位者搜刮民财 造成老百姓活不下去 他就只好冒险犯难了 搏得过去了 他侥幸得到自己的衣食了 搏不过去 就是死啊 反正我如果不去冒险 我也活不下去 那我冒险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 抱存这种心态的百姓越来越多 你认为这个国家的国基 会不会岌岌可危 国基就是建国的基础了 他就遥遥欲坠了 所以贵生章就讲 明知鸡以其上十岁之多 是一鸡 老百姓今天的鸡寒交货 是因为他往上缴的那些税太重了 他残余下来的东西 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他一家的人口的一个需求 过去在农业社会 缴税就是用米嘛 我一年心情耕种到最后 所收割下来的米粮 年底一交税就没有了 全部都被那些地主啊 或者那些的上位者给剥削了 所以种田的人居然饿死了 你不觉得这是有一点古天下之大击 你不觉得这有一点那么太奇怪了吗 种田的人辛辛苦苦了一年 到最后家里人都饿死了 为什么 脚衰呀 所以我在读孟子七篇的时候 孟子的背景是战国时代 梁慧王篇里面就有一段心 形容这句话是最恰到 他说刨有肥肉就有肥马 刨是指那些诸侯国的厨房里面啊 摆满了山庄海味啊 在那个交通工具旧就是马旧啊 养了那么多的肥的马匹啊 肥马就是他这个所谓长得很壮嘛 长得很壮就是他吃得很好啊 但是呢你走到民间去看民有鸡舍啊 还活着的人一脸菜色啊 因为三餐不济 然后呢死掉的人也有饿瓢 都是饿死的 走到哪里饿到哪里饿到哪里就死到哪里了 你从这一段话你可以看出 为什么这些圣人 他要正必高估 要上位者能够行人证 因为他看到这么一个满目疮痍的状态的时候 那个不忍人的慈悲心油然而生啊 就逼得他不得不走上周游列国 去劝目道具那个当政者的那么一条 很艰辛的路啊 所以明知难治 以其善知有为是也难治 老板系的饥荒是来自上位者搜刮名才 老百姓活不下去 而老百姓活不下去 铤而走险 上位者又没有正本清源 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反而是用一层又一层的法律 来嚇阻百姓 让他们要奉公守法 这个叫做以其善知有为 就是他没有去体谅百姓的需求 改变自己错误的施政的方法 反而只是用法律上去约束百姓 那你上有政策我就下有对策啊 他为了活下去 他就容易取巧 斗志嘛 上下之间就互相斗志 这就是老百姓很难去治理的原因啊 所以五十八章有提到 骑政闷闷 骑名纯纯 骑政茶茶 骑名缺缺 闷闷就是上位者行人正啊 国内富强安乐啊 大家太平无事啊 所以老百姓的民风也很纯厚啊 茶茶就是那种尖酸刻薄啊 属于科政猛于胡啊 法令条例 一条又一条的归列出来 你用了这么多的法令 来捆绑百姓的手脚 让他们能够所谓的安分守己 终究你没有解决他们的难题之所在 所以齐名缺缺 老百姓难道不会想办法 去做漏网之遗吗 所以民之轻死 所以老百姓之所以 不惧怕国家法律 所带给他的一个严格的制裁 这个叫做民之轻死 以齐求生之后 正主意显示 他就是为了要活下去 后就是看重 我就是要活下去 我不冒险一搏 我活不下去 即便是错误的 说不定我侥幸 躲过国法的制裁 我还有活的机会啊 所以以齐求生之后 事已轻死啊 他就是不想死 所以他才会做出这些 触犯法律的事情啊 所以不要以为老百姓 不惧怕法律 是他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老子就点出了真正的原因嘛 错了 百姓就是想活下去 他如果不想活的时候有没有 他就放弃他自己了 他就是想活 可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之下 让他活不下去啊 所以福为无以身为者 是贤于贵身 这如果对上位者而言 无以身为就是 你上位者的人 不要雇了养你自己这一体的色身 所以旧有肥马 桃有肥肉 你就忽略了民间百姓的一个疾苦 你的全副的心力都放在你个人的 一个所谓的生存的之道上面 你罔顾别人的一个生存 不看重个人的一个养生之道的上位者 贤于贵身 他比那些的只注重一己私利的上位者 要好太多了 因为回到一开始讲 上位者所有的衣食住行的开销 都是取决于百姓的一个供养 所以各位浅嫌 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高官后爵 因为仪式观九世牛的因果 它很明显在历史上是糟糟的 很明显让你看得出来 我们看过我们听过 原因就是在于 所有你的衣食住行的需求 完全来自于百姓的供养 百姓供养你 就是希望经由你 去营造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 他们可以合家安乐 拿人钱财你要与人消灾 结果你拿了钱你不办事 还只是站着那个位置 想要扩大自己的那种 那种欲望 最后你让百姓 陷在一个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 那个因果太重了 所以无以身为者是闲于贵身 相较于那些能够自我勤俭立身的 他节俭自己的开销 所以他就不随意收刮百姓的财富 只求造福于百姓的人 这种上会者 贤于贵身啊 比那种谋意己之私的人 好太多了 所以他还是在鼓励上会者 自己要先寡欲啊 自己寡欲以后 才不会尽情的想要去 占有百姓的名才 所以前面好几篇的经文一直在讲 我无欲而名自仆 你的上位者欲望短浅 你不搜刮名才 老百姓就不会跟你去对立 他的名风也淳朴啊 其正闷闷其名淳淳嘛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啊 我们自己行得正做得端 我们才有能力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啊